我們現在看以上的內容叫做天然災害 我們要教第一個是最愛考的 叫做地震 這個最愛考 天然災害 我會要教地震 我會教地震最愛考 然後考過 第二愛考的是山崩順向坡 有考過土石流 我還會教洪水跟乾旱 這兩件事情沒考過 這兩件事情沒考過 地震最愛考 地震就是以前9217的照片 這個是台北市的重災區 東興大樓倒塌 然後大概死了不少人 然後大概在第六天左右 這裡面救出兩個年輕人 歐靖德其實就是因為這一戰成名 這一戰成名 這兩個年輕人我們後面提到他 可能會提到他 這兩個年輕人 然後就是翁飛大橋斷掉 你可以看到他的橋斷掉 還有旁邊右手邊有個斷層有沒有 有斷層 其實那個小小的腹部 因為斷層經過 然後這個可能這個不知道 後面一個還有 就是這個 這個還有 這個是石缸棒 這張上面是我拍的 他就對我那張上面是我拍的 他就塌掉 塌掉之後就保持原狀 沒有在動他 所以就長這樣 石缸棒 你沒有拆板的房子做紀念 OK 知道嗎 這個是鐵軌 民間的鐵軌 那個地震國務館有他的複製筆 原版還在原來的地方 彎掉鐵軌被地震震外了 下一張 921的第二天幾乎每家報到社會這張照片 光復國中 這個學校已經不存在了 原址就變成地震博物館 你可以看那個人有多大 高起來東西有多高 不知道它吐起來有多少 人吐起來有多少 OK 然後這個是後面提到燕色湖 就是山峰峰下來 把河水崗高形成一個湖叫燕色湖 地震之後場面有燕色湖 它很麻煩 我們會不會講到它 為什麼會有地震 每個以前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故事 台灣人怎麼說 地牛翻身嘛 地牛 那這個日本人是認為一個大鯉魚 這個照圖上是鯉魚 鯉魚在翻身 鯉魚在動 那還有什麼烏龜的 還有什麼巨人在扛地球換肩膀 什麼孩子要放來放去 朋友們都講 那是古時候人的說法 為什麼叫鯉魚這樣來的 那現在呢 當然是用地質學的講法來看 為什麼會有地震 這些原因都可能會造成地震 隕石撞擊 火山爆發 甚至於人類的核子事爆 都可能會造成地震 但是絕大多數的地震都是因為斷層來的 所以以後考試問題為什麼會有地震 就是說因為地下產生斷層 所以以前教那個地質事件的時候跟你說 圖上面畫一個斷層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他說有地震 對 地震 對 OK 所以地震是底發主要原因 現在我們來解釋地震的原因 是開始於1906年 舊金山大地震之後 造成重大災害 大家開始研究 為什麼會地震呢 為什麼會有地震呢 那就有位大哥 你做了一個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彈性反彈學說就長字就寫成這樣 寫了一大堆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有一個繼承 受到一個力量 開始扭曲 變形 機具能量 終於有一天洞尾要斷掉 噹噹噹噹噹 斷掉 就把能量釋放出來 這個能量用坡的形式往外傳 這個坡傳到地面 就讓地面晃來晃去 叫做地震 這個坡叫做地震坡 這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就是這裡的一大堆的字就要講這件事情 那這裡一大堆的字就要講這個事 就是這個圖啦 就要解釋這個圖就對了 叮 濕噹噹噹噹 然後能量放出來 這兩個堆 左邊はいら一樣 就是受力 扭曲 變形 機具能量 有一天動來了 叮 放出來 這叫做地震 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所以造成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地下產生斷閃 好 exercises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 conduc 一詞 畫的一詞完全一樣 表達同一件事情 來進版南全說